中秋月饼的热量都相当的高 所以有业者为了让消费者可以吃得更健康 特别推出了蔓越莓风味的凤梨酥 以及添加了杂粮的Q仁酥 口感一样美味 中秋月饼的热量都相当高 让许多人不敢大快躲移 有饭店业者推出添加蔓越莓的凤梨酥 希望让消费者吃得健康又美味 食材养生就是用筋骨那个 那个阿罗里奶油 就是特地挑选那个阿罗里 比一般那个就是比较上等级这样 它的热量不会很高 然后你孩子吃起来 那个蔓越莓会比较养生健康美容 另外还有这款加入无故杂粮的Q仁酥 杂粮爽脆的口感 加上有弹性的麻糬 风味相当独特 就是外皮就是酥皮的 它有看起来有点陈氏这样 里面里面也是坚果的 然后就是就是今年就是特别挑选 就是里面有那个耐烤麻糬 就是很Q这样 符合这个我们国人 大家在养生的一个概念 说说推出这个五人月饼 还有这个那个蔓越莓的这个凤梨酥 这就是说我们总经理 就是说有在推出的时候就已经试过好几次了 这是我们试出来的结果是最好的 所以也是最养生的 大家身体都很有帮助的 除了健康低热量的蔓越莓风鲤酥以及Q仁酥 业者还推出了港式月饼及SO酱的新组合 提供给消费者参考 天外天新闻方建开 刘文新北市采访报道